好 我們上完1-1之後進入到1-2 1-2的標題叫生物的起源的過程 就講講我們目前科學家 對於最早生物怎麼起源 有什麼想法 好的 我們剛剛說 那個巴斯德的兒景品實驗證明了 無聲原論有可能是比較合理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解釋 那最早的生物怎麼來 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我們最早的生物怎麼來的 目前有什麼理論 科學家還是不斷的在追尋 目前對於最初生物的可能起源 有幾個假說 第一個是 當時地球形成的時候 生物就停在了 只是一開始的環境 不適合這些生物生存 所以生物的這些有機物留在地球 可是他不是生物 等到地球環境改變之後 他的慢慢慢慢變成有生物的形態 生物的特性 這是一個理論 第二個理論叫做其他星球來的 是我們地球的生物是別的生物 生物在其他的星球 可能經由隕石送到地球來 而送來這些微生物 這些生物有可能一開始是病毒細菌 或者是有機物 然後在地球上才逐漸演化 或是拼裝成新的生物 好 第三個理論是 地球上本來都沒有生物 這些生物也不是外星球來的 是由地球的這些無機物質 慢慢因為某些原因變成有機物質 有機物質在組裝成大分子的有機物 再變成我們的細胞 再演化出生物的 好 第三個理論叫有機演化 從無機物演化變化成有機物 有機物再變成生命 這個理論叫有機演化 而有機演化就是我們這個章節的 說明介紹的主軸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什麼叫有機演化 因為目前我們認為有機演化可能性最大 因為證據最多 也有可能是有機演化 伴隨著外星球來的有機物 同時發生 有這樣的一些論點 好 那有機演化大概是講什麼呢 我們構成細胞是有很多有機物質的過程 那些有機物質各位在以前都學過 就是七大營養素的其中五項 都是有機物 糖類 脂質 蛋白質 核酸跟維生素 另外兩個無機物 礦物質跟水 地球上本來就有 所以你只要有機會 形成有機物 有機物就有機會拼裝成原始的細胞 就演化出細胞了 從很簡單的方式 讓它演化成很複雜的分子結構 或是細胞結構 好 這個演化過程就叫有機演化 無機演化 無機物變化成有機物 有機物變化成生命 無機物逐漸變成有機物 好 那目前客人家去找化石找證據 認為最早的生命在35億年前就有 而這個數字不斷的往前推 早期課本都說35億年前有 現在甚至有些報導說發現 似乎地球在40億年前就已經有 生命成果 化石或是形式存在 好 那這樣子的理論 早期地球的生物是從無機物演化來 那不就是生命來自於無生命囉 這不就是早期所說的無生原論 對不對 所以無生原論雖然發生著說不可能 但是最早的生命可能是透過無生原論演化的 像這樣的理論就叫做新無生原論 或叫做新自然發生論 無生原論又叫自然發生論 生物是自然而然發展出來的 所以這邊特別加新這個字 新自然發生論 新無生原論指的是 我不是在討論現在的地球生物 我討論的是最早的地球生物是怎麼來的 所以請特別注意到 無生原論被推翻 後來出現一個新理論叫新自然發生論 他討論的是 世界上地球上的第一個生命團是怎麼來的 又叫做有機演化 請各位特別注意到 以上我們就把這個有機演化 他的定義跟概念先說明到這